这个未来三个月 因为被激动 激怒而坏事的星座 坏事耶 来来来 不好的 那要沉住气 冲动坏事 在占星学里面 这颗星就是要注意火星了 所以火星走到哪里 那那个星座就要注意哦 可是火星大概 两个月或一个多月 换一个星座 所以未来三个月 有两个星座是火星会经过的 所以我会让四个星座上榜 因为火星经过一个星座之后 有两个星座会受到影响嘛 好 那第三名就是那个 后面一点会受到影响的 明年的1月4号到2月14号 所以会横跨过年哦 好 要到情分鞋 好 所以这两个星座就请你当心了 那就是 两个 尼亚伦岛 还有真理岛 我跟你讲啦 这一段时间 你们应该会很忙 比如说年假 一共好遇到年假嘛 过年啦等等 这两个星座呢 应该也有 就是很多事情是你要扛的 你要负责的 所以其实火星大家不要害怕 火星有好有坏 往好的方向讲 那一段时间也是你们特别红 事业特别有发展 对 然后特别有energy的一段时期 然后可以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但是坏就坏在 冲动 冲动 它也可能让你脾气变坏 因为太忙了 然后事情太多了 然后那个来激怒你 刺激你的事情也多 所以这段时间有可能脾气不好 所以你就要注意所谓的 冲动坏事这件事了 这个第二名跟第一名 我们现场都有 现场都有 我都敢讲话 旁边摸摸 第二名是几月开始 好 第二名呢 那就是 11月25号 第二名跟第一名 11月25 就最近 对 就最近 到1月4号 是前半段的 都是最近的 马上就来了 马上就要考验了 快了 宜萱不要再乱吃了 没有 我们刚刚讲 不要因为冲动而坏事 那双鱼座 你自己应该知道 自己的点在哪里吧 那你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段时间 会破坏了你的名声 他坏的事就是你的事业 或名声 譬如说 你如果坏了什么事 就上新闻 对 或你有可能跟你的老板 长官顶撞 或你觉得他在找你麻烦 我前面子才顶撞过 然后你就跟他跳 那但是也有可能是好事 譬如说老板交代你的事情 你能够很快地执行好 那你的出色表现 老板也是看在眼里 所以有的双鱼上社会版 有的双鱼升官升得很快 对哦 这样知道 火星就是这样的一个两面刃 两面刃 就好像刀子用得好 你就是名厨 刀子用不好 你就杀人犯 好 来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也是在这个能量场里面 那就是尾翼你脾气真的很 好可憐 好可憐 火星会让脾气变好 就是你脾气平常很好 这个时候也很容易受到刺激 是哦 我刚刚这个时候蛮多刺激的 刚刚其实火气都有上来过 对 对 他有时候也会用一种很实质的方式 比如说让你身体火气大 容易发炎 容易受伤 容易撞到东撞到西之类 所以第一名的这位同学 冲动坏事有时候还真的 就是也要小心 比如说开车 开车 停车不要暴冲 然后撞到柱子 然后就擦到受伤等等 这段时间也是射手座 所以快开始赚钱了 这个要完成了 对 然后也可以开车而吃了 也会瘦下来 好 你也可以把握这段Energy 去做火星该做的事 假设我们刚刚讲刀火烫伤 那你何不去抽血检查 或者是该开的刀去开一开 把那些火星该做的事 赶快做一做 擋一擋 有效率的 好